早晨 歡迎收看Tasty Money 今天是6月20日星期二 市高開103點 做26,043點 最新升至108點 其只升至74點 25,847點 成交方面是20億 另外國止升至52點 做近10569點的位置 我都未分享自己的Live 立即分享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 隨時可以WhatsApp我6633-4386 或是在Facebook及YouTube 留言給我 Like或Share的話 我都會即時解答大家的股票言言 明天會公佈MSCI究竟能否搞定 今天繼續見到市場 都是興奮 因為 也要先玩今日 春光鴨 你不玩今日 明天會怎樣倒下來的股票 現在就算會穿上次高位 260、90也好 也要先看定一點 因為我都怕自己做錯事 萬一做錯要追貨的時候 究竟何時要追貨呢 現在是非常好 厲害了 尤其是道指及標普500 再創新高 納指更加急升1.4% Facebook Alphabet股價升超過1% Amazon升了0.7%左右 美股科技股做好千騰 大家看看700最新的表現 騰訊方面 現在最新 讓我看看 最新 現在282元 已經升上大約1% 當然未爆頂 但休息了一會 又爆上來了 現在282.8最高 現在升上1% 現在正在做282元 另外再看看其他藍籌股 看看除了騰訊之外 有甚麼都表現得比較好 銀月升2% 48.8毫半 另外恒地、中仁壽、新地、平保 全部都升1% 因為昨天內地的保險股 已經率先爆上來 今天繼續做好 另外看網友邦先 繼續爆頂 有幫是57.5 最高 現在正在升上0.6% 正在做57.4的位置 繼續和Facebook的朋友 先說好 因為我今天都未喝那口水 因為昨天很多朋友 給了一些坊間喉嚨痛的療法 他已經拘捕陳皮 陳皮和甘草 我今天有了 我媽媽已經弄了一杯給我 她的朋友就說 你找一些10年以上的陳皮 你有錢的了 你應該會買到的 我問和有錢有關嗎 我便跟她說 我媽媽的家有些是30年的 然後她說30年? 那很貴的 我說是嗎?30年很貴嗎 因為我媽媽由我小時候開始 已經儲這個陳皮 每年都儲的 每年都儲 每年就曬 每年就收到鐵皮罐 已經儲了那麼久了 今天這個好像是20年的 30年的說不讓我喝 20年的可以先喝著 所以我希望可以幫我治一治 這個弱的情況 其實我現在都是相當之萌 昨天就好想睡到 因為吃了藥 可以睡到 沒有咳醒 但今天相當之眼睡 但都一定會開市的時間 跟大家見面 留下你們的問題 待會就會解答 市現在升上91點 26,022點 為甚麼很想打黑痴 但我們做直播的朋友 有禁忌是不可以打黑痴 因為打黑痴實在太大的動作 是很難看的 所以死忍難忍都是不可以打黑痴 除非男士 男士我都見過 但女士就比較少 因為失疑 說說通告不可以打黑痴 騰訊 不用這樣 騰訊283 很誇張 283.2 升上1.5% 復牌有私有化的 當日見到它動的 其實是963 當年有個嘉賓 不是在這裏做的時候 在有線做的時候 有個嘉賓很喜歡這隻 當時炒得很厲害 抬了這麼久 最終私有化 就是華希生物科技 第一天升的時候 爆到14元左右 就想 哇 這麼突然 很久沒見 第二天 爆了一會後 就立刻停牌了 一天半都不夠 買不到 15.4毫升8% 得到主席以日價提出私有化 每股是16.3 今早未去過16.3 最高都是15.8 日價大約1.4也不是太多 涉及的資金 私有化資金 29.5萬 公司將會申請撤銷股份上市地位 計劃實施一系列的長期發展策略 或者會影響短期的發展狀況 不管了 最重要是看著16.3去炒作 現在升8% 正在做15.4毫升6% 今早高位是15.8的位置 這麼快就給我一些問題 讓我看看是甚麼 因為有些朋友問 我昨天也有看過460 四環醫藥 昨天的北水都開始買了 不知道是否 兩天之後 除靜 還能否升4環 一會兒可以和你詳細看 不過現在都正在升 三個五毫二 升近接近有百分之一 通告繼續看 我之前推介過的14.28 昨天爆上來 大約是2.4的位置 但又爆不穿我之前說的2.5的位置 現在是2.41 全年業績順利是2億7千萬 跌了大約是1.6的 末期息4.8 末期息挺好的 收益減少 主要是環球金融市場有個震盪 疾愛了投資者入市的信心 令到成交量大幅萎縮所致 不過逆市擴充計劃成功 新開戶達到2萬3千多個 客戶的總數目21萬個 按年增長到1乘2左右 要財現在2.41 又打不穿我之前看過指涉位2.3 所以唯有拿著 但仍是欠幾千 我覺得都是常有3.88 如果3.88動 那本地券商都會動 都可以考慮 但3.88不動 就濕制少少 今早3.88暫時少少偏遠 現在2.02.4 跌了0.2% 所以一眾的本地券商都不動 其實昨天升最多是海通 6.65 我自己都喜歡6.65 今天還升6.65 海通國際 現在是4.66 升0.2% 另外通告繼續看 7.62 或者聯通 聯通方面現在是11.38 聯通出了最新的數字 5月份4G的正常客 加快到562萬戶 比4月502萬戶左右加快 都不炒電信股 現在是11.38 升0.5% 另外數據還有1898中煤能源 升0.2% 正在3.8% 5月份的商品煤產量升2.9% 銷量升5% 中煤3.8% 正在升1 另外營警有兩間766中營 虧損7億那麼多 減損 減值虧損 有3億多 另外商譽減值的虧損 都是3億多 中營766 我想都挺冷門的 1.9300下跌3% 以前是多少人喜歡炒 現在就很少了 另外3.48 中國智能健康 亦都出了刑警 但現在未有成交 暫時正在升2% 正在1.5500 預計年度業績會大幅虧損 沒有人必 隨手必 隨手必便可以上升 所以沒有指標性 今天有新股1551 這隻好像沒人抽禍 廣州農商銀行 農行已經有了 重慶也有了 又來廣州 1551 1551 現在最新是5.1號2 招股價5.1 幸好浮臉 在浮兩先 今天沒有打穿過5.1的位置 雜資剩下71億多 在一間綜合性的銀行 吸收本幣和外幣的公眾存款 即是普通的銀行一樣 基礎投資者有8年人壽等等 都不太熟悉 所以都沒什麼刺激 現在最新是5.1號2的位置 而我好像在Youtube那裡 還沒說高興 30年的陳皮 可否告訴我30年的陳皮 會炒到什麼價錢呢 可以在好立刻的罐裡偷些來洗一下 但很有趣 聞起來是很香的 一會兒可以拿一包出來給大家看看 很有趣 聞起來好像真的有一股 回甘的味道 我只是拜劉德華 有一股回甘的味道 不知道怎樣曬 但我媽媽說有一年 他說2006年曾經試過買了一些假的金皮 因為曬完之後一直保持 有一年他寫下了哪個年份 有一年味道特別奇怪 是噴噴的 其他就是很清新的 噴噴的那一年他就覺得是假的 然後我問一下 是噴噴的 真的很特別古怪 他就說是買一隻 有不知什麼貼紙的金皮 那就沒有錯了 我還沒得到陳皮的增值大療法 將來吸收一下 喂 我不是很頂得住 我要先打個黑癡 稍後回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幫大家找一下異動股 找嘉賓和大家聊天 給我一點時間 我抹下大家Facebook的問題 稍後見